大家好,我是小陈 我们今天继续来 跑一跑这个金城阳开玩地园的一个大致园列图 之前我发了两三个视频 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反馈 有一部分网友说听不懂 当然这个视频我发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过 我会结合一些很多的这些小电路知识 去来分析这个电源 那么如果你简单的一些 基础的电路和这个元器件的知识不懂的话 可能确实是听不懂 比如说我们的电阻分压的原理 以及我们开玩馆的打开和关断 工作在什么状态 包括我们反馈电路的一些基本原理 光有的工作原理 这些东西你如果是完全不了解的话 可能听的话也听不懂 那么接下来我还把今天这个视频发上去 看你们的反响如何 如果是反响还不怎么好的话 我也不打算拍下去了 因为这个视频拍下来确实比较费劲 好那么接着上个视频讲 我们今天要讲芯片的反馈引脚 那么芯片的反馈引脚 我们当然可以用芯片的手册去找 但是我们假如说碰到一个客观电源 我们没有一些资料的话 我们怎么通过电路去判断它的这个反馈引脚是哪一个呢 或者它的反馈电路是在哪里呢 特别像我这个开关电源它有两个光偶 而且这里有两个TL-431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就不知道哪个光偶是反馈的 在我之前讲过的电路中 有的开关电源有两个光偶的 一个是纹压反馈 一个是用来开关机作用的 当然那一部分就是一般是用于液晶电视 或者一些其他的设备的开关电源 它有待机功能的这种设备上面 用了这个光偶去控制开关机 那么像我这个开关电源的话 它是没有开关机功能的 它就是不存在这种二次开机的 好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那么这个反馈电路呢 就需要大家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了 我们这个反馈啊 它肯定是从这个输出的电压 取一个信号送到这个前级 这层叫反馈嘛 那么我们这个电压肯定取的话 就从这个输出的二次四伏这里去 然后这里大家可以看 有一个可调电阻 那么我们的可调电阻 调节这个输出电压呢 就是调到它的反馈 那么我们就从这一点可以入手去排查一下 然后呢我们要做到心中有图啊 正常的话我们的反馈呢 它是通过输出啊 假如说这是二次四伏 中间有电阻啊 至少是两个电阻啊 当然肯定电阻的话不止两个电阻啊 这里啊 分压之后呢 取一个反馈信号 首先是送到这个431的R2端 那么这个431呢 再来控制这个光偶啊 光偶隔离的信号之后呢 再送到前面 来进行稳压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 大致的一个原理图呢 我们就可以去跑一下啊 我们可以看 这里呢 三个腿呢 就是这个 可调电阻 那么可调电阻呢 肯定是窜在这个电阻中间啊 因为它用于来调节这个取样的这个电压 从而达到这个改变这个输出的电压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实际的电阻板啊 我们可以看 这里有三个腿 是这个可调电阻 它有两个腿是焊接在一起啊 就是说用来调节这两个腿之间的阻值 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 这个点的是正极啊 这个螺丝是输出正极 这个螺丝是输出的负极 我们可以看这里有一个很小的细线啊 往下面跑了啊 跑到这一对奶了啊 但是距离到哪里呢 我们只能用按表去亮了啊 我们测量一下在哪里去了啊 我们用蜂蜜档啊 大家听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它是怎么走的 应该是到这里 好 到这里我们得经过这个电阻啊 这个电阻呢 刚好这个下面啊 这个是431 第一脚呢 是它的R端 接到它的R端 然后它肯定有电阻分压 就是说它这个电压了到这里之后呢 这里就直接接到这个R端 那么下面就还有一部分电阻啊 去分压 那么肯定不止一个可调电阻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这里有两个电阻并连啊 这两个电阻是并连的 这两端是通的 我们看这两边是不是通的 也是通的 就证明这两个电阻是并连的 我们看并连之后呢 它又是通过这个线啊 送上去了 我们这里一共有四根线 我们看送到哪里去了啊 就送到这里 就送到这个可调电阻啊 那也就是说 它这里呢 就有两个电阻并连之后 再经过一个可调电阻 再送到D 我们看是不是 这里是从这里送入的 我们看可调电阻 跳过可调电阻的另一段 是不是接到D 就是接到这个负极啊 那么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这里呢 它包括这个可调电阻呢 还用了四个电阻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 这里还有一个R133 它是什么 它是和这个 和这个 可调电阻啊 是闭脸的 它也是起一个 防止这个可调电阻 损坏的一个原理啊 这个上面有油漆啊 不好测到 这个是通的 然后跳过这边这个脚 也是通的啊 它就和这个可调电阻 是闭脸的 好 我们把这个 纹压取样的这一块电阻 找出来了啊 我们再继续来 找一下哪个光偶 是这个纹压反馈的啊 这边呢 我已经把这个图呢 提前画出来了啊 我们知道这个 R2段呢 是连接这个 分压电阻的这个取样段啊 就是这个431的R2段 就是这个参考段 那么它一旦这个电压升高的话 这个K和A就导通 导通之后呢 这个光偶的发光二级管 就发光啊 我这里只画了一部分啊 后面的美化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光偶 这个二级管的副级这段 就是这个光偶的第二角 它是和这个T221的K段相连的啊 我们可以去测一下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刚才找出来这个T221 然后它的角位呢 是R A K 上面这个单独的角呢 是A端 就是阳级 是接地的啊 那么它的K端 和这个发光二级管的副端相连 也就是和这个光偶的第二角相连 我们可以测一下啊 这是光偶的第二角 我们用复面档测 好 这个测的话不是的 我们测下面这个 好 那么就导通了 是不是 那就证明这个 稳压反馈的这个T221 控制的是下面这个光偶 那么证明下面这个光偶呢 就是什么啊 就是反馈光偶 是不是很简单 就是你要有一定的基础电路知识啊 找这些电路是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这个光偶 反馈光偶我们找出来了啊 我们再看这个电压检测啊 这个电压检测呢 我上个视频说过啊 它检测的是什么呢 PFC 这个电压有没有升到这个380左右 如果升到了之后呢 后面的芯片才会工作啊 那么这个电压呢 肯定就很简单了 就在我们的电容正极上面找 我们这个大电容啊 这个大电容的正极上面去取一个样啊 这里给大家要说一下就是什么呢 又会说到我们这个电阻分压的知识啊 很多朋友呢 对于这个芯片的启动电压和这个 反馈电压 分不清啊 因为我们这个 很多这个芯片的启动电压 它是从这个大电容上面啊 接的几个大电阻啊 接到芯片里面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反馈电压啊 对于这个像这个PFC的反馈电压 它是从什么 它也是从这个大电容的正极 通过几个电阻 这个电阻而且都比较大啊 最后进到这个芯片里面 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很简单啊 作为这个电压检测反馈的啊 它是绝对有下拉电阻进行分压的 这是绝对的 那么作为这个启动电阻的 它是没有下拉电阻的啊 它是没有的 这个是没有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普通的电源 当然我这个电阻它是没有这种其中电阻啊 我们既然了解了它这个电压反馈的这个结构之后呢 我们在电路板上实际来看一下 这个之前的视频跟大家说过啊 这个是这个大电容 这边是正极 这边是负极 我们可以看这里啊 旁边就走了一根细线 刚好到这几个大电阻 这几个大电阻呢 是串联的啊 因为它一个电阻呢 功力没这么大 它就用了几个电阻进行串联啊 串联它是可以分压的啊 那么你可以把这几个电阻看成一个电阻啊 因为它是直接串联在一起的啊 那么按我们刚才说的啊 上面电阻串联之后呢 它这一点呢 它是进了这个芯片 那么我们就看这一点是不是进了芯片 这三个电阻这样串联 串到这里之后 我们看这一点是不是进了这个芯片 好 果然进了这个芯片啊 第二角 那么我们再看它有没有一个电阻 就是刚才说的啊 有没有一个电阻 下拉对地 那么这个电阻怎么找呢 我们就从第二角出发啊 因为它这个角是接的芯片嘛 我们从第二角出发 去测下周围的电阻啊 因为它这周围有电阻 它肯定不会跑得很远啊 好 就是这个电阻 那么还怎么确定去这个电阻 是不是一定就是呢 很简单 我们就测这个电阻的另一端 是不是接地 我们看这一端 接的是这个第二角 我们把电阻这一端 我们不动 我们用这个表皮去接这个电阻 大电阻的负极 是不是接地啊 就是接地 那就说这个380V通过这上面三个电阻 和下面一个电阻 进行分压 中间取得一个电压 送到这个芯片里面啊 这个第二角 就是用来检测这个PFC电压的啊 第二角啊 大家到时候可以去查一下这个芯片手写 看是不是我这样分析过来的啊 这个芯片呢 叫TA2016 这是一个RC斜阵的专用芯片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RC的这个电容 电压检测的啊 嗯 因为刚才已经跑了这个分压啊 这边是一个道理啊 我们可以看 从这个电容的上端啊 这靠近线圈这一端啊 这是两个这个电容的角 这个角是接地打之前给大家测过 它和这个电容的负极是相同的 那从这一端出发 这里有1804 这是多少欧啊 就是1.8兆的两个电阻啊 1.8兆的两个电阻进行串联 串联之后呢 这一点应该是送入芯片了啊 我们来滑一下看啊 这一点 好 这个角 那么我们就找到这个上面两个电阻了 我们再找下面这个电阻 我们也来周围测一下 测电阻啊 好 这个电阻 那么按我们刚才说的啊 我们看这个电阻这一段是不是接地 也是接地 是不是 那证明这个角啊 是哪个角 我再测一下看 就是第16 15 第14角 第14角是用来检测这个 ILC斜阵的这个电容上面的电压的啊 那么就是这么简单啊 我们就要找这个所有的电压采样形成 它绝对是用电阻分压来完成的啊 好 那之前呢 还看到仔细的朋友呢 还看到这里有几个大电阻啊 问是干什么的啊 这个它是这个芯片呢 它这个交流电啊 这个220 它从这里通过几个电阻也进行了一个电压采样啊 送到这个芯片里面去了啊 这里呢 我就不跟大家仔细讲了啊 因为这个视频呢 估计又是十好几分钟了 呃 如果喜欢我视频呢 或者是想学这个开放电源呢 想我继续讲一下起来 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多多帮我点赞吧 我看如果反馈可以的话呢 我就继续给大家讲一下这另外一个光偶是干啥的 还有这个 呃 后面呢 这个同步整流 嗯 好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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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şı